平安 我只能听见徐牧师同工问的回答了 感谢主 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也提到过 关于传道的一句话 就是基督徒不都是传道人 但都是传道的人 我们都是传福音 传主道的人 我每次谈到传福音这个话题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兴奋 因为每一次传福音都印证 神自己的话是何等的信实 宝贵 福音实在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 就存在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大家比较习惯把人带到每年 把朋友们带到这些有名望 有恩赐的讲员面前 很多人不知道 或者不喜欢 或者是不习惯 做个人传道 个人传福音的工作 可是我们去思考 如果我们不做个人福音工作 一个潜在的危机 就是你在教会待得越久 你周围不信主的朋友 就会越来越少 你把自己摆在教会的围墙里面 变得越来越不习惯 与非基督徒交往 而且可能就算你有一些朋友 老朋友也好 新朋友也好 你也没有意愿 或者不知道怎样 与他们分享福音 大家在教会里 忙忙碌碌的服侍 竟然身边连一个墓道朋友 都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了 我说到这些 其实作为牧师 我自己也很惭愧 因为这很可能 也是我自己个人的实际情况 除了别人带到我跟前的墓道友 但有时候是神带来的 或者我在宣教工厂 见到的墓道朋友 我实在好像想想看 几乎不太认识 什么新的墓道朋友 我在思考 如果牧师 长老 同工们 都不去积极地遵行大使命 不做个人福音的工作 我们如何能够 使整个教会被带动起来 成为一间真正造就门徒 心火相传的教会呢 我们动员弟兄姐妹传福音 但是自己不走出去 我们怎能使教会成为 遵守主耶稣大使命的教会 主说你们要去 使万人做我的门徒 我想到这里 就想到多年前 我曾经参加的一个 门徒造就的小组 那个时候我在加州做小组长 那么教会的一位长老 和一位资深同工就带领我 我们读了一本非常好的属灵书籍 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在用 就是不再一样 可是学完几个月之后 我发现自己没有不再一样 除了多一些属灵知识 更加会分享讨论 好像还是一样 我事后反思 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缺憾 就是我们在谈论分享当中 有很多的思想交流 也有祷告 可是并没有任何的行动 我们所学的更多在头脑里 却没有落实在行动当中 我们学习做仆人领袖 学习爱神爱人 可是却没有去听主的命令 真正落实大使命 你们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2013年来到ACG来服事 我们教会在2013年的夏天 就开始了个人不道的主日学课程 那一年教会有很多资深的同工 都来授课 可是那一季主日学结束之后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这门课程并没有带动弟兄姐妹 真正积极地去传福音 我们学了一些与传福音相关的知识 和话题 后来教会弟兄姊妹同工们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比较 我们决定自行发展 更注重实践的个人不道课程 于是从2015年的春季开始 到今年的第六季 到今年的春季 我们已经开了六届的 华人个人不道训练班 这是我们这一届的 我们给它起了名字 第六届不道团 每一期我们都有多次传福音的机会 而且每一季主日学下来 都有不少人就透过弟兄姐妹的传扬福音 个人不道的工作 绝世祷告接受主 那么在这堂主日学上面 弟兄姐妹一同地学习 一同地参与传福音 经历到传福音的喜乐 这更加使我相信 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 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 只要顺服主耶稣的带领 就必能经历主的应许 因为是主耶稣 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 那么目前教会的步道部 规划是每年开设春季和秋季的 两次的个人步道班 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至少可以来上一次课 相信神会赐福你和我手中的工作 可是我们也发现 虽然神不断赐福这门主日学 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传福音上课 但是今年的报名情况 给我们弟兄姐妹敲了警钟 大家如果看这个图画 你们看出什么了没有 有一个很不健康的特点 就是我们报名的学员全部是姐妹 他们实在是蒙福的 这应验了主耶稣圣经的话 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可是我们弟兄呢 我们弟兄要起来 我们既然被神呼召成为鼠灵的带头人 那么我们也一样要首先带头 成为一个大使命积极传福音 这样的一个门徒 感谢主 我们除了个人步道的训练班之外 我们还有美中短宣 其实当时这个步道训练班 和美中短宣的设计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盼望透过步道主日学 给弟兄姐妹有基本的装备 然后就到九月份参加美中短宣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但是我们靠主恩典 愿他的旨意成就 如果你们还有心继续操练传福音 继续学习经历神的恩典 我也盼望你可以早日报名 我们把报名的日期已经推迟到 五月三十一号 如果有弟兄姐妹还有兴趣 还在思考的话 就请你找我来报名 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 是《使徒行传》的十九章 一到十节 那么这是一段与传福音 非常有联系的经文 那么我们一同看经文 一同来读 请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福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喜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 告诉百姓当信 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喜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并在推拉奴的学房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这段经文讲到 保罗在以夫所传福音的经历 他起先遇见了一批门徒 这批门徒 按照圣经所说 他们是已经知道耶稣的名 并且也承认自己是罪人 相信耶稣了 而且他们接受过一个简单的洗礼 那么门徒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也自称自己是门徒 可是保罗一见他们 就问了他们一句话 他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这句话其实我们去思考非常独特 因为我们思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今天上午还在上这个步道训练班 提到用福音桥 鼠灵四定律 甚至有人用福音魔方 还有人用手机里面的APP去传福音 有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 我们邀请人做认罪悔改的祷告 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祷告等等 可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人问过 至少我自己也没问过 你受了圣灵没有 你受了圣灵没有 但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我深信是因为领受圣灵 是信福音的一个落实 而且领受圣灵对于基督徒 真正成为基督徒 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是福音一个落实的核心 因为只有一个人真正领受了圣灵 他才是神的孩子 一个人可以做任何的祷告 他甚至可以接受洗礼 可是他里面是否真的有圣灵 他是否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 这才是真正信主 成为神儿女的关键所在 我们再一同读一下 罗马书的这一段 我只拿了一节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那么这一节前面一半就是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那么神的灵 基督的灵 都是指的圣灵 圣经的话十分清楚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圣灵基督 无论你是否已经受了水的洗礼 无论你做过多少的祷告 你都不是属基督的 因为我们重生得救 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 不是说我祷告 我受洗 好像我受付的手续费 神就一定要自动赐圣灵给我 一个人重生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 从始至终都是上帝恩典的工作 你和我本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罪人 我们天生对上帝 对神的国 对神的荣耀没有兴趣 对神的圣洁敬而远之 按照圣经的说法 我们本是悖逆之子 是可咒诅的 可是神却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把我们从灰尘里抬起起来 把我们从粪堆中救拔出来 神的爱子 耶稣为你我舍命 神的圣灵赐给我们 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如果神的灵不重生我们 如果神不打开我们 被撒旦和世界弄瞎的心眼 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地相信耶稣 你可以参加各样的宗教聚会 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但是如果圣灵不在你的心中 你就不属于耶稣基督 你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回到《使徒行传》 保罗实在是为了这些 自称门徒的人 他为了他们真正得到 永生的益处 他就问他们 你们是否领受了圣灵 你们真的认识圣灵吗 门徒的回答是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圣灵这回事 因为他们虽然受洗 他们只是受了约翰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是 施洗约翰设立的 这个洗礼是呼唤人悔改 认罪悔改 归向真神 呼唤人们要相信耶稣 这要来的弥赛亚和救主 我们如果去回头看 《使徒行传》十八章 记载到有一位圣经老师 叫亚伯罗 这边也提到过 在第一节 不少人跟着他信了耶稣 可是亚伯罗起初 有可能并不知道圣灵这回事 直到后来亚伯罗 听到亚居拉和百基拉 把神的道给他讲到完备 才更加地清楚明白 所以我要问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认识圣灵吗 圣经教导和使徒的经历 都告诉我们 认识圣灵 顺服圣灵 跟随圣灵 靠圣灵行事 是何种重要的一件事 《使徒行传》另一个名字 就是圣灵行传 我想问弟兄姐妹 你们是否也会像 以复所的信徒 这些门徒一样说 我不知道圣灵 没有听说过 我做了祷告 觉知信主 受洗 在教会服侍 或者你说我听说过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领受圣灵 或者说我看过圣经 好像 这里也讲到 圣灵与说方言 预言连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说过方言 我也不确定 当然有很多的问题 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问题是要问的 这个答案也是要寻找的 因为它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它关乎到 你我到底是属不属神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五旬节 圣灵降临 从天而降 主耶稣把他所应许的圣灵 浇灌下来 给门徒们用圣灵施洗 从此基督的教会诞生 从此教会进入了 圣灵的时代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掌权的地方 我们做任何属灵的工作 特别是传福音 也一定是离不开 圣灵的带领和做工 2019年 巴拿这样一个机构 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 有58%的 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58%的人 认为圣灵只是上帝的一个符号 或者是一种外力 一个能量 如同风闪电一般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完全错误和异端的说法 一个常见的异端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就是如此看待圣灵的 但是我想请大家今天 至少要记住 正如我们基督徒说 耶稣是神 圣灵也是神 耶稣是主 圣灵也是我们的主 圣灵是神的灵 也是主耶稣的灵 祂是圣父圣子 圣灵中三一神神的一位 我们每次唱三一颂 可是我们唱了以后 我们要记住 要明白 圣灵是一个 有完全位格的 一样一位主 一位神 我们顺服耶稣 我们也顺服圣灵 人们常见的这些错误 就前面提到的 说圣灵是符号 像风 像闪电一样 是能力 是一种现象 那么这样的一种认识 圣灵就不会思考 这样的认识 就是说圣灵没有智慧 祂不能教导我们 也不能指引我们 更不能命令我们 可是我们圣经所喜事的 所向我们彰显的圣灵 则不同 祂是我们的老师 教导我们进入真理 祂是我们的安慰者 安慰伤心的人 祂是我们的帮助者 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 祂是大能的神 那么圣灵与耶稣 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我想其实是有一些 但是我想提一点 最大的不同就是 圣灵是个灵 祂不受时空的限制 祂可以同时住在基督徒的里面 不像主耶稣 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在地上 主仍然受时空的限制 而当主耶稣复活生天之后 耶稣就赐下圣灵给教会 给每一位基督徒 主耶稣自己也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就是这样 借着圣灵在教会 和基督徒当中掌权 我们在一些影视节目 或者是生活中 可能会碰到过 看到被邪灵附身的人 这些人被邪灵附身 做出各样怪异 或者是奇怪伤害的举动 那么这些就是邪灵的工作 而圣灵的工作 与邪灵的工作 是完全对立的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正好与邪灵附身是相反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使徒 特别是保罗 他们是满有圣灵充满的智慧 满有圣灵做工的能力 他们是一心顺服圣灵的引导 圣灵带给人 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还有盼望 要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当中 让主耶稣可以在我们和教会里头 畅通无阻的掌权 所以我想请大家记住 别的都忘掉没关系 但是要记住 圣灵不是一个符号 也不是一种能量 不是一个外力 圣灵是有人格的 他和主耶稣一样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主 圣父圣子圣灵 正像我们所唱的三一颂 是同尊同荣 在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 保罗让这些门徒 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就说明这些门徒 前面的洗礼 虽然是认罪悔改 但是他们并没有 就像徐牧师上次就讲到的 并没有真正受洗 归入耶稣的名相 意思就是说 他们因为没有真正明白福音 没有真正认识领受圣灵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真正地 进入属于耶稣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接下来就为他们按手祷告 圣经说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使徒行传》的确有几处 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 门徒就开始说方言了 他们说方言这个问题 在一百多年前 现在的灵恩运动 在美国兴起 也产生很多灵恩派的教会 他们直到现在 有些教派依然十分重视 说方言的这个恩赐 甚至有些极端的教派认为 如果基督徒不说方言 那他就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当然他们的教义的主要根据 就是来自使徒行传 可是我们要回应说 使徒时代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代 神给教会特别的恩典 让使徒们亲眼看见圣灵自己的作为 而且我也深信 这是因为新约圣经的正典 还没有成书 一些核心的教义还在发展当中 有关圣灵的更完整全面的教导 在使徒的书信中 特别是保罗书信里面 有很多的阐述 从教会历史来看 说方言 义病感鬼等 这些外在的外显的恩赐 并非教会普遍的现象 是圣灵特别在一些人身上 彰显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在教义性的书信当中 有一提到很多 我们今天讲一处 也看一处 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 请 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随便的道指示你们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名的罗 想的拔一般 这里提到最大的恩赐就是爱 因为哥林多教会 他们追求很多外显的恩赐 保罗就直接地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 这恩赐就是爱 保罗在加拿大书第五章 也提到圣灵的果子 那么圣灵的果子 第一个也是爱 圣经一直劝勉信徒 每一天靠圣灵结出 神所喜悦的果子 圣灵使门徒成圣的工作 是一个普通和常态的工作 是一个普遍和常态的工作 你可以不说方言 但是你里面 如果有圣灵在里面 你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必然会不断地成圣 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这些就告诉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其实不容易 我们夫妇刚刚信主的时候 也常常被圣灵充满这个问题 弄得很困惑 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不是很确定 圣灵的工作 到底也没有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在南加州 我们知道灵狱运动的诞生地 就在洛杉矶 教会的讲台 当时在我们那天教会 极少讲关于圣灵的教导 而且那个时候 南加州的教会 华人教会也是一样 是紧紧地跟随各样的风潮 灵狱运动 因为外显的恩赐非常明显 的确十分吸引人 不少的教会 不仅关注 而且纷纷地笑法 我们夫妇有一次看到一份小报 上面有个广告 大意就是说 你要想圣灵充满吗 我可以帮助你们 当时我们非常渴慕圣灵充满 就跑去了 现在想来实在应该 兴奋为牧师的意见 但是那个时候 心里火热 也非常的无知 就跑过去跟他们去聊 他们告诉我们说 你们既然渴慕圣灵 圣灵就一定会降临 他一定会把收方言的恩赐 赐给你们 接下来就为我们按手祷告 结果祷告了一阵子 等候圣灵降临 没有什么结果 也没有什么反应 后来他们就把他们的秘诀 告诉我们说 他说你们要一直说哈利路亚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们说不行 要再快一点 要大声 我们就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说还要快 再快再快再快 到最后我们越说越快 就变成了 哈哈哈哈 他们说你看 这就是方言 你们开始说方言了 当时 我有一点兴奋 但是也有点遗憾 我说这个就是说方言吗 他们说真的 这是上帝的工作 你们不可小看 我很感谢主 他们没有收我们的费 就让我们走了 我想起来这段经历 非常可笑 可是我也真正地明白 徒有热心 没有知识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实在需要在圣经 整全的真理上面扎根 我现在 依然相信 神会将 说方言的恩赐赐给人 但是 前面我提到的那一种 人造的方言 更是从人的血气而来 而非从圣灵而来 这样做法反而成为 欺哄圣灵的举动了 那你和我 如何知道 我们自己里面有圣灵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圣灵的一个普遍的工作 和一般的工作 就是在基督徒里面 使基督徒成圣 生命成长 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 它就一定会带来 生命的改变 哪怕是缓慢的 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 它仍然在做工 这个 就是圣灵内住的一个名证 我们可以查验自己 来检视圣灵是否 坐在我们里面 不论是个人 还是弟兄姊妹 彼此之间 都可以来去印证 你查验 自己对神的话语的态度 是否有喜悦和顺服的心 你查验自己 对生命成长这件事情 你是否有渴慕的心 你查验自己 对金钱的态度 你是不是更乐于奉献 还是继续守住金钱 不放 你查验自己 对周围人的爱心 是缺乏冷漠 你渴望神改变你 使你有更多的爱 你是否对自己身上的罪 越来越厌恶 你是否越来越愿意 讨神喜悦 你是否愿意更多 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赐良善 等等 如果这一类的问题 你的回答是正面的 这个就是说明 圣灵在你的里面 已经开始 做那生命改变的工作 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 一个名证 圣经里其实有 扫罗和大卫的比较 扫罗 曾经也有圣灵 临到他身上 他甚至受感说方言 可是扫罗的心 一直不爱主 他是爱自己的权利 爱自己的荣耀 胜过爱神 胜过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他不是属于神的 而大卫呢 虽然犯过大罪 甚至杀人的罪 但他的心的一个 基本状态是爱主的 他是追求神的 他一直追求神的荣耀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 即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 如果没有爱 也毫无益处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 给我们不断成长的 这份爱 属天的爱 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追求的一切 外在的东西 都是枉然 圣灵的工作 反映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生命里头 那这对我们传福音 引人归主 有什么启示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 要付上祷告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若不是神的工作 若不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 我们可以运用 各样的技巧 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辩论 使人点头同意 甚至做一个 觉知祷告 但是这最终不是一个人 重生的印记 只有领受圣灵 才是真正重生的印记 我们就要不断祷告 神的圣灵亲自动工 因为我们知道 若是离开了神的工作 离开圣灵的工作 一切都是枉然 第二要忍耐的心 我们也要有耐心 不要急功近利 我们继续传福音 继续带人做 觉知祷告 但是我们不必着急 也不必过分看重 那表面的成功 同时传福音给两个人 一个人可能很快就信了主 欢喜快乐 而另外一个 他没有马上做觉知祷告 可是几年之后 你发现 当年没做祷告的那个人 他已经走上宣教工厂 成为一名全职宣教士 而那个欢喜做祷告的人 他还是不去教会 他依然追求世上的名利 依然享受 最终之乐 我们国人有句老话 路遥至玛丽 日久见人心 这句话在属灵的事情上 也是一样的 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同样圣灵 在人身上的工作 是需要时间 才能让你我看得出来 才能够显明 第三我们是要查验 圣灵的工作 就是一个人 他做了祷告 我们在代理门徒的时候 要早些让他们 学习去查验自己 在生命中有没有结出 圣灵的果子 让他明白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 有重生的迹象 帮助他看到神的工作 就带领他感谢主耶稣 感谢神 感谢圣灵 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提醒他 也是不断地 倚靠圣灵 去顺服神 在圣灵中 学会顺着圣灵 靠圣灵而行 传福音 必须要强调 领受圣灵的重要性 传福音 也必须要 倚靠圣灵的大能 那么圣灵 帮助我们什么呢 圣灵 带领我们 传福音的时候 他首先赐给我们 知识和谋略 我们这边 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简单讲一下了 保罗 与犹太人 辩论三个月之后 在以福所 我们看到 有些人信主 成为门徒 还有一些人 心里越来越刚硬 那保罗呢 就带领门徒 离开这些刚硬的人 但是他们并没有 离开以福所 而是到了另外一处学房 在那里辩论 不少外邦人 在这个地方 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 而且信了主 不仅如此 保罗和他的门徒 把以福所 作为一个宣教的中心 使福音传遍了 雅西亚一带 我们看到 短短三节经文 保罗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把福音传遍了 以福所 和雅西亚一带 这里其实可以应用很多 我们教会的 包括我们的 成立小组 以后的职堂等等 这个都是 很好的应用 但是我想 对于我们个人传福音 我想提出一点提醒 保罗他是一个 非常有知识的人 他能够与各行各业的人 去辩论 去谈论主的道 他可以解答他们的问题 劝他们归向基督 我想我们每一位 作为传福音 传道的门徒 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 靠神的帮助 靠主的恩典 不断在知识上 造就自己 其实这一季 我们步道班 有一位老师 就跟我商议 他说 他希望有个 步道的进阶班 因为他们 这个小组 其实就是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 摩门教徒的母亲 就发现知识装备 好像有一些 但是似乎不知道怎么样 和这样一位背景的人 更有效地传福音 他提示说 希望我们将来 可以把护教学 和个人步道的实践 紧密地结合起来 非常安门 他这个提议 我们也会思考 可能明年 对我们的课程 进一步地调整和改进 其实当我们 去不断传福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会提出 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的知识装备 总是需要加强 他带领我们 去谦卑学习 不断长进 在谋略上面 我们顺服 圣灵带领 他开门 也会关门 我们看到保罗 在前面 犹太会堂 待了三个月 但是在推拉奴学房 又有两年 直到福音传遍 亚西洋 三个月的地方 是福音的门 被主关上了 因为有人心硬 甚至毁谤这道 而两年呢 是因为他 要把福音 传遍 亚西洋一带 我们无论是 做宣教 还是本地步道的工作 也是如此 如果有人 的人心 没有预备好 我们持续 为他们祷告 也不需要 跟他去 死硬的 去辩论 我们祷告 如果神 打开他的心 再次打开 传道的门 我们再去 那么还有些人呢 他们有开放的心 一次谈论之后呢 他们没有明白 也没有相信 那么我们也不要灰心 就继续地 再跟他们谈 只要这个门 还打开 我们不断地 与他交谈 辩明真理 直到他们的心眼 打开 接受真道 那么圣灵 还把神的爱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胆量 保罗在 会堂里 放展讲论 三个月 与人辩论 其实我们看到 保罗的胆量 他明明知道 这些大部分的犹太人 会反感他 传讲耶稣 就是基督的信息 我们传福音越久 就会越发现 宗教对人的捆绑 是非常重的 现在我们 在这个 为UUPG 祷告当中 最近一直为 印度祷告 印度 会发现 他不断地 一个一个宗派 一个一个的 这样一个族群 每一个族群 都无一例外 都是被他们的宗教 捆绑得非常的严重 无法脱离出来 保罗既然知道 他们是这样子的情况 他为什么还会如此的 为福音去卖命呢 为福音不付代价 他的胆量 从哪里而来呢 其实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 答案就是 从神而来 因为这是圣灵 大能的名证 圣灵帮助他 有这样的胆量 这是因为神的爱 在激励他 我们还是一同 读这段经文 十三到十五节 在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 请 我们若果癫狂 是为神 若果谨守 是为你们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替他们 死而复活的主活 保罗 我们看他 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工作 胆量 说他真是一位 为神癫狂的人 在人看来 他是一位拼命的传福音 好像是个疯子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是因为圣灵 把神的爱浇灌下来 使他看到基督那身后 而且基督的爱 也似乎一样的癫狂 可以说更加癫狂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世人鄙视他 唾弃他 门头也弃他而去 可是他在十字架上却说 主要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可以说 耶稣的爱 就是如此的癫狂 如此的疯狂 所以让保罗 领受了这份爱之后 他也一样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也活出这份 从天而来 在人看来 近乎癫狂的爱 有本畅销书 叫Crazy Love 疯狂的爱 Crazy Love 作者Francis Chen 陈思藩牧师呢 我们可能 有不少弟兄姐妹见过他 他曾经在2015年的 休斯顿华人拆传大会上 做过主题讲员 这是一位 常常在讲道当中 跪下来祷告主的一位牧师 他用疯狂来描述 神对我们的爱 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一个在最终打滚 对神毫无兴趣的人 居然配得神的儿子耶稣 为我们舍命 十字架 可是我们也知道 只有圣灵打开 我们属灵的眼睛 他带领我们看到 神为我们所附上的 这个近乎疯狂的爱 我们才真正有可能 像保罗一样 有这样的胆量 为主癫狂 我们才有可能像他一样 一连三个月 甚至两年 面对那些不幸 敌视他的会众 天天与人传福音辩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传福音上面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其实我深信不是别的 是因为我们缺乏爱 是因为我们不够爱 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也不够爱 人的灵魂 我们无法做到 像保罗一样为主癫狂 原因是因为我们 没有无法真正地去 像他一样 完全地爱主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 我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 最大的恩赐就是爱 我们作为一名传福音的门徒 我们实在是特别需要 为这份爱来祷告 为这份属天的爱 属神的爱 圣灵浇灌的爱来祷告 因为我们的爱 永远是亏欠的 永远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没有爱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可是圣灵 就是那位将神之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的主 他让我们 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神 也帮助我们为了他 可以不计代价 可以不去讲求计算 而是真正地为主 为他的福音而舍命 这是求神帮助我们 拿去那不冷不热的心 让神的圣火 烧尽那一切的邪情私欲 让我们心中 单单地留下对神 那纯洁 毫无瑕疵的爱 是从神而来 我认识这样一位基督徒夫妇 这两位 都是在教会里面 非常热心服侍的同工 弟兄事业有成 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就思考 怎么样 为人生的下半场来计划 该怎么样为主而活 有一天 弟兄陪太太 到了shopping mall买东西 平时弟兄 是无心购物的 他就陪他去 太太去买东西 他在外面看书 他看外面看书也好 看外面的风景也好 可是有一次 就是那一天 圣灵就打开 这位弟兄的眼睛 让他看见 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 大部分的人 都走在黑暗当中 他看到他们 一个个地走向 黑暗的 死亡的地狱的大门 一个声音就对他说 你平时不都是这样 默示他们吗 你不知道我爱他们吗 你也要爱他们 你为他们的灵魂得救 祷告 那弟兄被神的爱触摸 他就一直在商场里面 流泪为这些人祷告 为这些 他素不相识 完全不认识的人 来祷告 但是后来他们夫妇 就回应神的爱 走上了宣教工厂 成为全职的宣教士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祷告 我们为人得救祷告 我们更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求神 求圣灵 把他的爱 浇灌下来 因着爱 我们的主耶稣 走上十字架 同样因着我们领受了圣灵 交换下的爱 我们也可以背起 我们的十字架 离开我们的安乐窝 走上 那爱主 服侍主的道路 我们一团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来仰望 我们知道 我们总是亏欠 但是 我们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成圣的这件事情 实在是你自己 不断地做工 不断地引导 你透过各样的渠道 提醒我们 也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不要惧怕 你让我们只要信 你要我们 真的是勇敢地走出 踏出那一步 去来看到 你何等的真实 你何等的有能力 你的爱 我们现在可能 没有很多 但是 当你大家临到我们 心中的时候 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世代的保罗 为主癫狂 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谢 求你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感谢